记者罗陵军台北报道,36岁中国男星高云翔今日雪梨时间9点20分,出席幸迈第七次开庭,两天前他保释条件或准变更,老婆董璇可以拿回护照,自由离开澳洲,当时高云翔难得在庭外露出笑容,不过今日他身穿黑色西装戴住墨镜臃肿现身,全程不发抑郁, 神情相当严肃,高云翔和制片人王晶被当地华一张女控告伙同性侵,律师指出这在澳洲法律属于重罪,他和王晶两人一刑事程序法提出申请,要求传唤证人和被害人出庭交叉质询,高云翔与王晶芳需在10月18日前提交相关材料,张女需在10月30日之前提交相关材料, 11月9日高云翔将再次出庭,届时将会有关键证人现身,而王晶可以视讯出庭,据悉高云翔身边有二打猪队友扯后腿,情况并不乐观。 据澳洲媒体报道,高云翔的翻译员近期生活出现不少吃食品,并非一个普通翻译员所负担的气,在高云翔成功保释离开监狱那一天,翻译员第一个外泄消息,引起当地警方关注,如有证据证明翻译员透露案情, 高云翔提交的证据和证词极有机会不被法庭采纳,在缺少有力证供的情况下,无疑让高云翔陷入重大危机,恐面临伙同性侵罪最高刑期无期徒刑,当地华人律师唐林则指出, 另一名被告王精私下小动作频频,包括王精的助理在事发后,曾主动找上张姓受害人试图收买他,高云翔,作二,雍众出庭,翻试自今日澳洲,翻译官被指向外泄露案情,翻试自微博,翻译官被指向外泄露案情,翻试自微博,翻译官被指向外泄露案情,翻试自微博